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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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有压力 跟家人相處不了 又有戀愛問題 生活上這麼多難題 圣经是否真的可以帮我呢 香港2017年离婚率创10年来的新高 2016年以离婚男女逼近28万人 每当家庭伦常惨剧出现 我们忍不住会问 可以怎样带来改变呢 黄一平牧师 志深宣教领袖 也有不少家庭向她求助 她会用很多写实的例子 结合圣经内容 告诉大家 如何解决家庭难题 何时提到家庭 婚姻 亲子 任何是论理上的呢 我们起码有两个大的处境 首先要考虑的 第一 我们是中国人 或多或少 我说你是多现代化 都是有受少少的瑜伽影响 孟子说了有五轮 军臣 父子 夫妻 兄弟 朋友 这五轮就成为了我们中国 这么多千年来的 维持适当关系的方法 不过慢慢就封建化了 慢慢这些礼教 就成为了老迅所说的 食人的礼教 那为什么呢 我想从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 因为孟子是说了五轮 而事实上是有六轮的 而这个第一个轮 就是神和人 如果不是你只说人的话 人总是有一个 当你有权力的时候 好像说君神 君要神死 神就不得不死 好像夫就是高的 妻就是低的 永远都是子女是父 即子要孝顺父母 没有说到 倒转回头 当你有神人之轮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圣经这个处境 这个第二个处境 给我们看见 神在每一个人 任何的处境当中 都有祂自己的原则 都有为我们定下祂的律例 当我们有这两个处境 能够是将它平衡化的话 我们就能够解决很多 家庭上 婚姻上 儿女上的问题 就能够解决的 太尔斯泰 他说过这句说话 是他本名著 安娜卡特莲娜 他说了 幸福和家庭 都是一样的 而不幸的家庭 个个都有自己不幸的故事 即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 家家有本难言的经 你叫一个牧师 来解决所有这些困难 是不可能 因为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话 就说过清官难審家庭事 好像现在大家所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做丈夫的 她生命毫无长进 我还应不应该是信服她呢 这个肯定是一个基督徒 不过呢 又要说回基督徒都有很多种 就我自己牧养了五十年 我参观了数以千计的教会 我发觉 间间教会 起码有这三种图 说就是基督徒 但最多的是信徒 信徒就是相信耶稣就得救了 好了 这个就成为她的终点了 第二种就叫做门徒 门徒就是原本圣经要求我们去的 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第三 教会装备了门徒 使他们委身成为拓展神国的人 他就成为了使徒 我们往往将使徒 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其实使徒按照原来的意思 就是被差派去作神的功 当我们受了装备成为使徒 就算在家里 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拓展神的功 宣讲神的话语 并且是达成神的旨意 说回我们第一个问题 如果丈夫生命一点都没有长进 我还应不应该是信服她呢 我就要问 当你们开初的时候 你的丈夫 是不是跟你一样是走信心的道路呢 或者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嫁了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麻烦就是一生一世的了 唯有你自己做一个好的见证 慢慢引导她 希望有一日圣灵作功 令到你的丈夫 都成为一个基督徒 跟你一同行走天路 那你就会发现 你们的婚姻是一个和谐的 是一个信服的 信服之前其实是有条件的 信服之前就是说 丈夫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甚至为教会写身 当你的丈夫是这样爱你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信服就是心诚义服的了 不过如果丈夫也是信主的 我就相信真的需要更加多个教导 因为为什么呢 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圣经也教导我们丈夫是家中的祭司 若果她没有活出一个长进的生命的话 我们做妻子的可以做的是两样东西 一方面自己有特别好的表现 慢慢来同化她 第二方面 切切的和自己的儿女 特别为父亲为丈夫来祈祷 求圣灵作她的工作 当然我们做教会的领导 往往需要在这方面强调 做男人的特别需要 在苏联事情上成为家中的祭司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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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鸡蛋